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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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嘛 先说个吉祥话 今天呢 很高兴我们还能够在大年初一 我们中国的新年在欧洲太极文化中心的平台上 跟大家来共同学习和分享心机 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讲 功德应该比较大 是吧 所以我还是比较积极的 也感谢我们这个瑜伽健 主席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感谢各位今天过年期间 帮我们主持后勤 包括各方面的数据维护的工作的同仁们 谢谢大家 共同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然后呢 一块智力 是吧 当然这个福报大家都有份 是吧 开个玩笑 开玩笑 当然祝大家 祝大家 生体健康万事如意 这都是心里话 那么呢 我们呢 继续 继续 咱们新兴的讲座 上一讲呢 跟大家一块奉向了 萨波罗米 到了这一讲 我们应该开始讲 精进波罗米 上一讲讲的 人主波罗米 精进波罗米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状态 是比较能够体现的 是吧 精进嘛 就是坚持不懈的意思 按说 大年初一还不休息吗 不休息 我们继续讲 大家继续听 这就属于事项上的最简单的 精进波罗米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 所谓的坚持不懈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这都是精进的一个表现 但是呢 一旦谈到波罗米 他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精进很多 这个事项很多 我们不一列举 但是精进波罗米 我们知道 波罗米是度啊 是一种方便法门 我们通过精进如何成就我们的本来面目 如何通过精进来认识我们父母卫生前的真我 这个实际上是波罗米的主要的含义所在 精进只是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精啊 是一的意思 是精纯的意思 是专一的意思 我们中国老祖宗也有句古话 叫置心一处 无事不败 也就是说我们要专一 用功的时候 要把自己的心集中起来 而不是散乱 我们在娑婆 大家知道 一般的成沙呀 都是一粒一粒的 娑婆世界的土地呀 叫沙土 什么是沙土呢 它是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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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我们学过佛经的大家一些朋友可能都知道 说极乐世界的国土是什么样的 琉璃呀 也包括其他一些佛国比较好的地方 所谓的啊 什么这个华藏啊 华藏世界啊等等啊 密言世界啊 包括琉璃 这个药师佛的世界啊 都算内院呢 都是什么琉璃为地 黄金为道 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枕的 透明的 湛然的 当然我们不要想那些东西啊 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心 专一 所以它显现的境界 地就是什么 像一块枕的琉璃 什么叫琉璃 就是玻璃 像枕的琉璃一样 而我们的心呢 散了 所以 我们看这个世界 就是成沙 实际上我们要到沙堆里面玩过 大家都会知道 每一粒沙子 实际上我们按照化学的成分说法 都是二氧化灰 也是琉璃 无非是把琉璃给粉碎了 所以变成了沙力 代表什么呢 我们本来 亲近圆明的心 因为外城的散乱 对外城的执着 导致我们内心的散乱 心的力量不能集中在一处 所以你显现的 外在境界 也是散乱的 像成沙一样 等到我们哪一天 自己的心 也能定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发现 我们所谓的缩活世界 也是流离为地啊 也是黄金为道啊 跟极乐没有任何区别 区别就在于我们用心不同 所以精进 就是首先要精 什么精呢 把我们的万念 用一念来代替 这在修行上面叫 一念带万念 那我们念头太多 无量无边呢 初恋 都很难的自我了知 何况信念 就是我们到底心里面 想要什么 不知道 我们现在很经常会发现 自我矛盾啊 自己跟自己打架 两个我 一个我说yes 一个我说no 往往是如此 心不转移 在做某些事的时候 那个no在旁边 就一定能 批出反对意见 不做了 那个主张yes的 有一定的步道 干吧 在我们现在 这个心 时刻不得爱你 不光 是我们 所谓的现代 实际上古人 我们看那些 古人的文学作品 诗篇 包括一些历史记录 古人也比我们 强步到哪去 权衡利弊吗 但大家都在权衡 都在掂量 都在琢磨 都在想 所以 导致了内心 风散 这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 开始 从智慧所谓的 权衡利弊 开始 分出好坏 分出善恶 然后 自己认为善的 去执着于善 自己认为好的 去执着于好 我们认为 这是天定地义的 绝对不会有错 但是老子当年 就有一句话 天下皆知 美之为美 思恶意 天下皆知 善之为善 思不善 等你都知道 这个是善 并且我要去为善 我要去这么做 这已经是不善了 那你知道这个是好 这个是美 我要去为美 我要去执着 执着这个美 这个时候已经是不美了 为什么呢 机关之心已胜 在佛家叫分别之心已胜 分别心 是精进的最大的 反动力吧 我们可以说 翻过来说 精进就是对质 我们的分别心 这是精进波罗米亚 当然从刚开始 事项上讲 我们要坚持不懈 认真努力 好好学习 天天下杀 这是精进 没有错 但是再往生来讲 精进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精纯 精一 精微 这一点 我们要通过 圣生的 并功 来观照自己 来看自己 看自己的心 看自己的命 把自己的性命 搞清楚 它怎么运作的 它是怎么活动的 它是怎么起作用的 它的来龙去脉 它的身住密灭 沉住坏空 都搞得清清楚楚 这个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精进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我们对自己都不了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不知道 很多地方 我们把它遗忘了 只留下一个念头 你认为是精进去凑的 我们是把所有的念头 都统一在一个念头上 叫精进 而不是把所有 一万个念头 把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都忘掉了 就剩一个念头了 那不叫精进 那叫迷惑 所以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知道 烦恼能转 不能断 烦恼既不提忧 所以大乘佛法来说 没有断烦恼 只是转烦恼成智慧 能烦恼的心 就是能智慧的心 而是烦恼之启用 既是智慧之启用 无非是什么 不明心的时候 烦恼啊 它不随我转啊 才烦恼啊 它怎么启用 我不知道 它这么启用 那么启用 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会这样启用 所以你是很被动的 这就叫烦恼了 而它启用和启用之间 互相还打架 互相还不容忠 可是如果我们 明了了心之后 达到了经 你发现所有的启用 都是根源于一处 这就叫经 所以啊 根源于一处的启用 互相之间 自然相互融通 而且哪个启 哪个不起 该怎么用 你清清楚楚 随性所欲 而不欲知啊 公子所谈 这就是转烦恼成智慧 什么是烦恼 心随静转 就是烦恼 什么是智慧啊 如能转静 就是智慧 心不随静转了 并离开了静 全部都回归到 开始往什么呢 往一的本体上回归 这就叫经 不断的各个启用 无量的启用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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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往本体回归 就叫精进波罗蜜 说白了 精进波罗蜜不容易啊 我们要知道 这个相似的一 就这个水中烈 我们要搞清楚 这个时候 这个一是相似一 不是真一 是假一 我们称之为金 在楞严里面 称之为贱金 或者叫文金 叫反文文字性 性称无上道 而在这里面 这个金 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我们假设出来的一 跟我们正法生 实际上正入的 一正法界的真一 那不是一回事 还差一个 但是假设出来的一 也很重要 那这个假设出来的一 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 给的定义啊 第一它是不变的 第二它是恒长的 既不变又恒长 还变满 这是个什么呢 找不到 这个时候我们讲一个 楞严经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公案 叫老王观和 这个 有一天波斯尼王啊 问那个 跟释迦摩尼佛说 我都六十了 是吧 很悲伤啊 我容颜见老 体力不支 顺悦 催人老啊 自己渐渐的 看了要如荒谈了 释迦摩尼佛就说 那大王十岁的时候 都大王现在看恒河 能看见吗 能看 说十岁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 哎呀 那个时候 我很那个什么呀 很机灵 二十呢 很健壮 三十呢 气血通盈 四十呢 非常成熟 对吧 我的身体在变 我的心情在变 我的智慧在变 我的知识在变 我什么都在变 但是 能看恒河的这个 见经变了没 没有 说我眼花了 眼花了 见经没有坏 是眼根坏了 我们现在戴个老花镜 哎 就能看见了 说我视网膜脱落了 那也见经没坏 你把视网膜在 就是现在说 再修补一下 也能看见 所以说 根坏了 只是说缘不具足 但是 背后用这个根的见经 不管你是十岁 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都不变化 然后 释迦牟尼佛又说了 说这个时候 我们呢 敲鼓啊 敲鼓啊 要跟阿南说 你能不能听见 能听见 那哪个你在听呢 如果一处敲鼓 你听到一处 那十处敲鼓 你处处 是不是同时都能听到啊 那个所谓的你 是怎么 到这十处去听的呢 那变满虚空敲鼓 是不是变满虚空 都能听得见呢 所以说这个文经啊 这个能听的这个文经啊 变满了去 那我们这个见经 文经 实际上就是我们使用六根之间 而我们最后发现 实际上我们的本心就是什么 就是六根 既返原 六根全部回到根源 这就是所谓的一针 也就是这个圆满的法身 我们把它变成了六种作用 而这个经实际上就是某一根的 心的情 心通过眼往外看 通过眼往外看的这个 这一部分心 我们称之为 见经 心通过耳 可以闻 听得见 那通过耳 能闻的这个心 我们就称之为文经 同样通过鼻子叫秀经 通过舌头叫肠经 通过身体的 我们就可以称为处经 或者叫兽经 都可以刷 眼耳鼻舌生意吗 都可以 所以这个经经啊 它是一种修法 有很多 比如说楠言给我们介绍的 耳根源通章 反文文字信 信成无伤道 他就修的是文经 由文经而静 静到哪 静到眼耳 就是眼鼻其他的 其他的五根 把其他的五根 叫一根既泄脱 或者叫一根既反缘 六根细泄脱 一根反缘 为之静 六根泄脱 为之静 所以静静者 入定的节奏 你真正的 用这个静一 静微 去契入到 你的内在 六根六成六十当中 那么 下一步的禅定 才有基础 不然那个禅定 不是大臣的定 我们知道的 从那往那一做 开始什么 安排手艺法 当然这也不错啊 鼠息法 关鼻头白呀 什么违乡法 等等好多法 最后有个出入的定 把念头扶住的定 那都是小称的功夫 大称的功夫不是那么练的 各有各的练 当然小称不是不好 小称是自修 偏自修 很少去普渡 重视 大称是什么呢 大称主要是 普渡 先把理搞明白 自己在修 自己修的同时呢 同时 在帮助别人修 为什么呢 因为你理已经通了 所以 我们 练习 太极也好 学习佛法也好 最重要的 是要找到精啊 这个精 为精为微 道家也讲 人心为微 道心为微 叫精一为微 这个东西 一定要 找到 找到之后 再去拿它当 弃子 或者当尺子 去把它 跟它一样的东西 都弃入进去 这样的话 一切现象 都能返回到 产生这个现象的 能力当中去 这就叫精进 波罗密 谈定波罗密 谈定为什么呢 谈那 是大称的一种修法 它有三种 一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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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摩底 大称修法的 主要三种 楠言 给我们详细的 介绍 这里面我们 就不详细讲了 这又是一大套 简单的说 我们通过现象 回归到 自信当中 由自信 反观 现象 发现 现象 由自信 所换化 这个过程 就叫 谈那 什么它是什么呢 什么它就 直接站在 自信上 一切 法清静 本质为什么 叫什么它 直入本体 三摩底是什么呢 由现象 入本体 先发现现象 哦 这个现象 是从哪来的 是本体 变化而来 这叫什么它 叫一切法 如幻 什么它 没有一切法 本质清静 三摩底 胜一切法 一切法如幻 而传那 相当于它俩的结合 一法 不生之 本体 能幻化 一切万法 且至一切万法 皆为本体 所幻化 就是中道 叫 一切法 清静 它有一切法 而这一切法 它不是如幻 它是清静 如幻是一切法 是假的 清静 这支法 是真的 这就讲到什么 法华里面的 所谓 诸法 是法 未 一切 相常住 对 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 这有 有点甚 就是后面相当于 我们现在的课程 剥弱部课程 相当于佛教的大学课程 法华 涅槃就相当于 博士生课程 那么以后 慢慢打好基础之后再说 所以禅纳就是 有 这个经衣 这个经衣啊 相似的 我说是相似的 它没有真正的物法生 所以 由这个经衣啊 内在的经衣 契入外在的一切现象 皆为此经衣所幻化 这叫禅定 经经是 内 通过反文 反式 反听 反 反秀 反观 内照 反正你不管什么办法吧 就是一个反 由 十八戒 反到 由六 尘 反到六根 由六根 反到六十 由六十 反到六金元 六金元 合一 这叫经经 经经之后 由内而外 变观世界 世界 微臣 皆由这个经 一幻化 这叫禅定 而这个能幻化的 这个经 一幻化 它湛然不重 如如不重 好似 生坛之水 站在 静在 所以 你的心 就安住在此 这就是所谓的禅定 我们称 也称之为 亲近心 就好像什么呢 我以前老朋友啊 这个虚空世界 就好像一个玻璃球啊 琉璃球啊 我们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那种激光 打在玻璃里面 里面有房子 有山 有小人 甚至还下雪 什么的 它的虚空啊 是玻璃 是实的 但是因为它透明 所以我们看的 好像是虚的 什么都没有 其实我们现在 这个状态 就基本上是如此 我们认为 那些现象是有 而没有现象的虚空 是无 等到我们真正的 契入禅定以后 你会发现 有和无 是统一的 所谓的虚空 是最致密的 是实的 是跟地一样 称琉璃状 天跟地没有区别 都是琉璃 湛南 当然它肯定透明 就跟那玻璃球很像 所以我们认为 空有之间的区别 没有空有 有是你起的作用 空是你没有起作用 它的体是一如的 它的体是完全透彻的 所以我们 所谓的禅定 就进入到这种叫什么 物我两望 在中华文化叫天人和义 这才是禅定 这个定叫 愣且本字定 无有不定时 这个定本来定 跟念头的起面 没关系 你念头愿起起 不愿起不起 就好像在这玻璃球里面 出了个影子 你愿动动 这个影子在动啊 怎么动 玻璃球不动 而我们整个世界 都在这个玻璃球当中 山河大地 人我众生 一切一切 介于其为本体 这个清净原明体 怎么比喻啊 清净原明体 这个比喻 非常非常 在金刚经历里面 把它比喻成金刚 我们一般人理解 金刚啊 是钢啊 不是啊 这个金刚就是钻石 就是金刚石 因为我以前 搞珠宝的 我知道 印度是全世界 最早加工钻石的 一个国家 将近五六千年的历史 而他们加工钻石 是把它抛成圆的 湖面 就跟个水滴似的 所以你看那个金刚石 也就是所谓的钻石 又透明 又耀眼 那个耀眼的光芒 我们所谓的国彩 就表智慧 而那透明 坚固的本体 就表我们 战然长度的心 那那个钻石 我们拿出来 你看着 你来回放 它那个活彩 不管怎么放 那个金刚的球体啊 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就叫定 而那造出来 各种变化 千变万化的 那个活彩 它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幻化出来的 这就叫什么呢 这就叫三摩地 一切法如幻 而这活彩有没有呢 它正有 这就叫什么 一切法清零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现在这钻石 你太小不好观照 现在玻璃啊 也很像 琉璃也很像 钻石还有什么 好像最硬 世间一切万物 所不能坏 也代表我们的法身啊 世间一切万物 所不能坏 天不外道 是什么东西都坏不了 这就是法身的特性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用流离心呢 因为很能坏 我们现在 所谓的禅定 这个是相似的 是假的 不是真的 叫借甲修正 借甲修正 还没到真 而是假的 假的很像 各个方面都很像 但还不对 所以叫琉璃 琉璃 虽然也很硬了 但是一锤子 能砸碎 钻石就不去 钻石的 它是最硬的 所以叫金刚 波罗波罗密 这个金刚 不是我们理解的 陆木金刚 不是啊 不是这个意思 金刚比较本体 波罗比较智慧 就是本经里面的什么 心 咱们叫摩克 波罗波罗密 多心 心就是金刚 金刚就是心 作为金刚心 兼顾不坏 圆明战然 光洁妙明 符罩释放 如如不动 幻化万千 这就是心 所以我们一定要 知道 那么我们禅定的 相思法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六金元 合一的这个金元 这个金元 对不对 不对 如果你认为 它是我们 究竟成就的本源 对吧 但是 有没有用 有用 叫罚以罚欲 它是我们过河的船 是我们上楼的梯 是我们开门的锁 相当重要 所以精进 产地 这两步 可以说是大乘活法 最重要 当然入门的持戒 我们不说了 也很重要 但是关键是什么 产地 没有缠定 剥弱出不来 所以 缠定的功夫 就需要我们 不断地 去发现 自己本来定的影 我们这个生相 就是个影子呀 这影子背后的流离 在哪呢 所以我们不断地要 反文文自信 往自心中 找往自己的心中去 觉悟 和发现 总能发现到 他有一套完整的方法 我们后面 心经里面就在讲 这就是禅定 禅定当然还有很多 小乘有小乘的定 所谓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什么 十五边注定 无所有注定 什么空无边注定 十五边注定 无所有注定 飞飞飞 飞翔 飞飞翔注定 这个要命啊 这个功夫要相当深 不好练 一般呢 按摩手 一法属膝 每十下 呼吸 属一 然后十下一轮回 这是一种方法 但最终的目的是 为了离戏 可是我们修行 最重要的是 把心放下 这个心怎么放下 其实一根继反缘 六根继续 更严把这个具体的修法 讲得清清楚楚 二十五种原因 二十五种元通 就是有二十五种修法 就是十八戒 加七大 我们眼耳鼻舌声 一 六根 对应的六尘 加上六十 三六一十八 再加上 地水火风空见世 七大 加在一块 十八加七 二十五种元通 什么意思 因为一切万法 藉由信神 所以哪都能回家 不需要你把这十八 这二十五种元通 全部修一遍 不用 更没有什么次第 相似法中当然有次第 究竟法中没有次第 但凡我们接触的 都是我们回去的机会 但凡我们存在的 都是我们返本还原的所在 所以我们念念 都有觉悟的机会 有人问我 什么你这个 那学生你不打鞭子 都他呀 没有必要 苏婆世界的供业 都得比我厉害 我们眼前 何时清静过一秒钟 作为光怪陆离 万象非人 这就是考试 别说用法身照过 一切如换 你就用你的眼睛 能不能看幻 能不能发现 都是色不一空 空闭色 都是你的眼根 照出来的假象 我们这个肉眼抛杂 就是那三灯镜 一束无色的白光 通过三灯镜 就变成了七色光 实际上我们的肉眼珠子 也是跟那个三灯镜 差不多 他就把这个白光 分析出各种眼彩的光 光从哪自己变的 那这个光 我们能不能 直接用舰紧 不通过我们的眼珠 直接去观察 难 太难了 真能做到色不一空 空闭色 哪那么容易 这得正修实干 不是一句话的事 说我理上懂了 我假装看不见 精进 禅定 真正到了禅定的时候 跟朱卫说 当然不是你想出来的 也不是我们自己 好像 似乎 有点点 感觉不是的 真的是 大地 没有一粒微尘 天地 没有任何区别 一切现象隐没 所在 都没有了 唯有一个 能知能觉的心 在变证 叫一粮毒药 这个毒很重要 一粮毒药 这个世界除了它 没有别的 就是那就是我 唯我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 出生的时候 东南西北 各走七路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曰 天上地下 唯我 独尊 那个我 不是这个我 就是那个我 真我 那个真我是什么 真我是共我 是大家共同的意义 不是你的真我 和我的真我 没有 都是一个我 那就所以就没有我了 我的我和你的我 和一切众生的 所谓的真我是一体大 无非照的角度不同 所以 那个时候 你所有的都是你心的启用 都是能啊 都是主 都是主观方面 那你对立的 你所取的那个所 或者客观方面 没有啊 因为什么 所有的都是能 唯心的 全都是心 有像吗 没有像 我不知道大家 能问 所有的像 都是你封出一块心 变的 比如说我一百个心 我五十个心 去观察 另外五十个心 变出一个什么东西 我才能有能有所 我才能发现一个像啊 所以凡是有像 接着虚望 你只要发现像 你的心就不圆满 为什么 那个像不就是你的心吗 你把你的心 错认为像 你不管它是什么像 包括佛像 包括光明像 你说光出来了 不得了啦 大光明是真障碍 有光像也是错的 是明了 不是光 不是声音 色声像 未处 凡是死 凡所有像 都不对 为什么 你把那一部分 心给 你是啦 如果一切万法 一切万象 背后的心 我们都觉悟了 那都是心了 那还有法吗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啊 心外哪有法 所以一切法 为心所生啊 翻过来说 那我们要明信 就没有法了吗 听懂了没有啊 我们所了知的一切法 都是心生的 所信圣 则种种法生 心灭 则种种法灭 那我们把这个法 当成心 是不是我们的心 不圆满 我们心中 但凡有一丁点法成 是不是我们心 就不圆满 那我们的心 怎么圆满呢 心中无一物啊 一法不利啊 一臣不利啊 凡所有像 其一世虚望 这是禅定 这是禅定 所以把一切的像 全部融入到本心中 我们但凡见到 感受到 发现任何一像 任何一法 都要看破他的假像 而透彻到他本来的 背后的本源当中去 把它恢复到本心当中去 所以你真正的 明心见性 圆满自信以后 心中什么 不利一臣 不舍一法 什么叫不舍一法啊 所有法都是我心所辨 你没有法呀 你但凡还有一个法 这么着那么着那么着 这么着 才能怎么怎么样 先到什么 再修什么 再修什么 才能怎么怎么样 那个法就是你迷的地方 你要知道 这个法是我心变现的 那就没有法了 所以法法 本无法 无法 法义法 经负无法 是法法 何臣 这个一定要搞定 这就是所谓的无声法 也是佛法 区别于所谓的 其他的 根本法应所在 好 我们今天讲到了 禅令波罗尼 还插一个最重要的 波尔波罗尼 本题的 正宗 前面五个都是补一下 有没有波尔波罗尼 多心经吗 咱们下一讲 再好好地跟大家讲讲 波尔波罗尼 非常感谢 孙老师的精彩分享 依然是醍醐惯灌 你好孙老师 已经快年了 你好孙老师 谢谢好 然后我们这边 德国还下着大雪 这个瑞雪 太好了 对 从昨天那个三十二 就开始下 瑞雪下到今天 哎呀 对 白雪茫茫 太好了 非常好 非常感谢你今天 百忙之中 大年初一 还给我们来讲 这个 这个 特别殊胜 也是个供养嘛 供养大家 过年嘛 也没什么好 非常感恩 对 昨天听完 刚才听完 你就觉得特别的殊胜 就是结合咱们太极的话 你讲这个心物一物 就是 我觉得是不是 就是从太极的这个 阴阳的两面 这个二元对立 然后晋升到这种 无极的这种状态呀 对对对对 你讲得非常对 就是天生合一 就是无我 无相这样子 对 其实太极啊 是儒家的概念 跟佛法是几乎一模一样 因为太极上头 我们知道 太极者无极而生 这个无极就是体 就是本体呀 太极呢 就是妙用 到用的时候 分出阴阳 叫一气一分阴阳 那就已经落在 像上了 就我们刚才讲的 所谓的分别 或者叫能锁 或者叫对立 或者叫二元论 都可以 所以我们练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练的不是阴阳犬 也不是两仪犬 我们练的是太极犬 这点很重要 太极犬 虽然法于阴阳 屡于八卦 或者叫现于八卦的形象 但是我们的中定不离 太极有个非常重要的 中定啊 这个中定是什么呢 就是无极之本体 也就是太极犬 食药当中 讲的动中求净的 这个净 跟我们今天讲的 禅定的这个定 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尤其太极 输成在哪 因为佛家嘛 当然不是说佛家不好 佛家有他的好处 他佛家主要独理 他主要像我们那样 坐而论道 所以呢 他盘腿 他一盘腿什么概念呢 他只用修这半段 就等于把这个工程 减了一半 相对来说 他快 快的话呢 他理上通的 就非常快 理上很快就通了 理上通了之后呢 但是呢 他一旦一下坐 因为他腿没怎么练呢 所以正需要什么 他还得盘起腿来 你看一般说我来入定 关一关 但是太极 他虽然有难度 他是站着的 但是呢 他练的是上下都得练 上下相随 内外相合 他是动的 他是动中进 动中进这个智慧啊 随机应变 再加上后面的推手 散手随机应变 所以道家为什么 后来出博师啊 他可以面对分凡的 各种社会矛盾 社会现象 他能随机应变 出这些妙用 但是佛家呢 他只能做博师 就是道家可以做军师啊 那佛家只能做博师 他这大正方针 是吧 更古不变的这些东西 他完了一做 教化众生啊 搞一些这个 比较 战略的 这些规划 他很好 他有智慧 所以讲各有各的特色 所以太极 我们为什么现在推呢 因为你其实打坐 或者有一些 佛家的方法 比太极快得多啊 真的快很多啊 因为我们 我们在中国这些教学当中 有一些实在 太极拳过不来的 就出不来的 通过佛家的方法 真的快 太极正常的话 我们说 真正要得到太极的三位 就是真正的受用 原则上需要十年 叫太极十年不出门 可是佛家 这个境界啊 这个境界 一年就出来 那真快 但是体量不一样 境界相同体量吧 我们就比如说 我们修行 就假设 假设是为了攒这个金子 我得到金子就算对了 太极呢是 一个圆满的 佛家呢入门快 先让你得到一部分 慢慢慢慢误后起修 所以他先礼明再试 太极呢先修试 最后在明理 各有各的路 所以他两个互相一补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现在采用了什么方法呢 先用佛家明理 明了理之后翻过头来再修太极 这样的话 能省好大的力气 不会走弯路 因为太极太复杂了 它里面 这个技巧啊 哎呀真的太精微 太玄妙了 所谓 道家人讲究 为精为威 特别的精微 但是你没有一个 这个比较高的 统筹的 这种战略眼光 看这个问题 容易被陷进去 容易调到这个精微的局里面去 就布了半天 把自己布进去了 这当局者迷吗 但是如果你有 佛家的这个智慧 超出去 不在三界外 你整个把人 你人心都超出这个现象 再在这当中 哎呦 那里面的妙述就知道了 而且越学越有意思 越学越快 越学越什么呢 越得受用 越学 它路越清晰 不至于被眼前的 这点景色所迷惑 实际上我们很多 练太极的 为什么到后来 这十三步登天梯啊 它功力很大 灵气很大 为什么上不去 就是因为被眼前的景色所迷 有点内劲了 内劲出来了 哎呦 真棒啊 内劲多棒 舍不得丢了 那就在内劲上 永远上不去了 无非这内劲练得 越来越大 越来越紧 越来越纯 那内劲好不用上去了 到内气的阶段 那个气更是玄妙啊 心想事成的东西 那气再上去了 到神隐 那更是 所以这里面的景色太多 所以现在我们既讲派集 也讲佛法的目的就是 让大家先明理 明理了之后 再修太极 事半功力 非常感谢孙老师 那我们就觉得 如果练出就是内劲来 或者是内功来 然后就是不着相 就是不执着 他出了这个功夫 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升级 是吗 争得到了 你练太极 第一步是什么呢 先不用说内劲 先练出内劲来 练出内劲来呢 最后要把这内劲 全部化掉 就把这内劲 全部扔掉 扔得干干净 一点不留 你要知道 一般喜欢练内劲 出来就好难 由明镜变成暗镜 就非常非常难了 暗镜你再给它化掉 扔了不要了 很少人能舍得 好多人都是化一部分 留一部分 化一半留一半 真正全部化的 干干净净的 没有一定的胆破 很很 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 发现就是 他真舍不得 所以还是得有 真正的佛法的基础在 才能真正的下这个阶段 我知道 我这东西舍了就舍了 为什么 没有德 没有舍 没有这个得失心 所以这东西舍就舍了 很开心 没有关系 舍得这两个字的 奥义在里边了 非常好 非常感谢孙老师 好 我们群里还有个问题是 说这个孙老师好 李老师好 祝您新春快乐 兔年吉祥 有个问题 所谓的回归晶元 往回听 这和太极拳的实修 是什么关系 我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 我是准备啊 在咱们这个新经 讲的那一句叫 五蕴皆空 实际上 五蕴皆空 就是完全对应的 由十蕴最后到这个金人 然后后面讲 受想行事 一复如是 就类似这个说法 他首先 怎么说呢 要是详细的讲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吧 就讲第一步啊 他中间其实是五步 首先啊 我们一般人 或者在佛法当中 认为我迷失 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升剑 什么叫升剑呢 就是以这个身体 肉身 为我 认为我 谁啊 这不就是我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我吗 这叫升剑 但是 说这个不是我 这个不是我 这只是一个工具 只是个臭皮囊 我懂了 懂了是懂了 能不能做到 抬手投足 还是以这个为主啊 说白了 这个肉身 我忘不掉 我还是以这个肉身 虽然我在说 这个不是我 但是 你看达摩祖师 当年遇到一个和尚 是吧 说啊 我空 这个空 那个空 达摩祖在脸上 就一巴掌 他说你为什么打人 他说你都空了 你怎么还会觉得疼呢 你不空了吗 他打你为什么觉得疼呢 忘不掉 但是我们通过战装 把内劲找到之后 你会发现 哦 原来我们抬手投足 哎 不是这个肌肉 这个身体在动 这个身体就像船一样 像柳树一样 它里面有一个 我们所谓的劲 这就在 国家里面 就不是所谓的剑精了 叫什么呢 叫我们可以感受 叫瘦 色瘦想形式的瘦 这个能感受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在我们体内流动 我们平时的运动 是通过意识 让我们的肌肉紧张 然后呢 让这个劲儿 瘀在这个地方 然后肌肉一放松 这个时候形成一个式 这个松紧运动 这是我们一般的 肌肉松紧松紧 让我们驱动 驱动我们身体的运行 而我们打太子拳 要松 实际上什么意思呢 就是顺 我们直接使用我们的内劲儿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兽阴 也叫所谓的这个兽 这个筋也可以理解 都可以 无所谓 叫什么名都无所谓 你直接用它 而不是什么呢 而不是用肌肉 肌肉只是飘在上面的船而已 或者说什么呢 被风吹动的柳树而已 真的实现了 对色身的放弃 对这个肉身的 把什么呢 把这个内劲 或者把这个兽阴 当成自己 当然这不对啊 这只是不对 为什么说五目呢 这只是往回退了一步 代替 而这个兽阴 我们会发现 它不光能在身体里 来回的流动 它外头也有 虚空当中也有 它可以在虚空当中转 对吧 以外在内啊 它可以出手 它可以回来 它可以到背后去 它可以在 这个去上条龙的 上条龙一样 围着自己的身体来转 它可以跑很远 它可以给它收回来 它可以吐出去 再可以收回来 都可以 所以这个东西 你就会发现 你以这个劲啊 为身体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 自由度增加了 为什么我手 只能到这 但是它能 往前伸很远 就这个劲 可以从手 伸很远 所以你的这个能力 好像 哎 好像获得了 你身体要 获得了一些自由 这个时候 我们 如果把这个 内劲 或者我们称之为 受孕 当成自己的话 那么 对生剑就破除了 但是边界又出来了 为什么你还有边界 你还有大小 你还有变化 还是不对 所以边界出了什么 进取件 戒取件 进戒取件 实际上都是破这些东西 都是不断的把我们 往里发现 第一层是破这个什么呢 破这个身体 所以我们打拳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放掉 这是第一步 那把里面的东西找到 把里面的东西 当成自己 当成自己对不对啊 这个东西出来了 就很好玩了 射不掉了 那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最后 还把它划掉 所以叫明镜 这个整个叫明镜 这个东西在外面流转着 跟身子不相合的 在外面可以出入自如的 叫暗镜 最后把这暗镜 给它划掉 一个左旋 一个右旋 进虚空法界 一个左旋 一个右旋 俩一合床 中间的空就出来了 滑镜就出来了 这才是第一步 劲儿的方面 后面还有气的 还有神的 还有意的 我在这就不多说了 我准备下一讲说 大概就这个意思 真的是通过练太移 就能一步一步 把自己的武运 真正的练空 而不是理论上认为的 这个是不是真空 一摸手就有 那这吹牛就吹不了 我空了我空了 你让人家真抓你手 你只要空了一搭手 就把他内劲给拿回来 扔就扔出去了 为什么 你身形是假的 他可知他的身形呢 他的内劲 他根本就不管 他不知道是声势 我还有个内劲 叫公其所不备 他完全就没有说 我要防守内定的意思 他只是把自己的肌肉 给将紧了 所以越肌肉紧了 越是弄将劲 越好打 当然咱们不说打 不说打 就是实验 你让一个人 是吧 回身将着实劲 来推你 你一搭他手 把里面的内劲 一抽走 就跟那人把气 冲气娃娃娃 把里面的气一抽走 人立马就软了 要么飘起来 能不能管用 就说明你的身子 空没空得掉 不管用 但凡有一点支点 他都能支得住 就不管用 你只有把所有的身体 全部挂掉了之后 他一点支点 至少如捕风捉影 他站不住 人直直往上冒 或者笨 这是真实的反应 但是差一点都不行 所以说为什么要摸手 摸手就证明 你自己演的好不好 就是一种实践 刚刚 具体后面咱们期待 下一期下几期的 讲到无运皆空 我会详细的讲 太极拳和新经 和佛家的实修的关系 为什么太极拳是入道之气 周见说修道修道 学佛学佛 到底怎么修 你讲的那些道理 我怎么落实 我怎么把无运皆空 怎么空啊 我认为空就空了 好的 好的 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再见 好谢谢 谢谢 谢谢